我都說不要叫神 神的意思就是已經不在人間 這樣是要趕快把我趕走對不對 那今天我來講一下 我們現在開放文化基因會這個組織 在協助建立的一個台灣開放資料中心這個平台 這個地方段字有點故意雙關 就是台灣的Open Data Center 還是台灣的Open Data Center 這兩種解讀 這個意義都是在的 我先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會想要這樣做 這個網路趨勢是我在給政府關係上課的時候提到 其實剛才我發現已經被李維斌局長抄去了 在他前面講說政府碰到這些問題 說資訊流通越來越快 然後人民越來越大聲 大家看到什麼事情反應得非常快 而要求反應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但是呢問題就是政府官員跟科技的距離越來越遠 而且預算也不夠用 那怎麼辦呢 我們在去年這一次大選 剛剛彭博士也提到了 就是看到說 這個網路的力量忽然有一個崛起的感覺 並不是說網路力量這兩年才崛起 而是說它的效果到這兩年跨過了一個threshold 所以開始呈現出來 那大家會奇怪說這些網民都哪裡跑出來到底是誰 這些鍵盤勢帶是誰 他們就是會用網路溝通的民眾就對了 沒有什麼一個鍵盤勢帶特定年輕人這樣子 那連我媽七十幾歲了每天都上去看 然後都會寫信來罵我這樣子 然後而過去呢是由於說我們的整個溝通管道是被壟斷的 那政府呢基本上就是做它的事不太聽人民的聲音 人民要反應什麼都很慢 就是說你寫封信陳情啊 可能過了幾個月才有點結果出來 而且呢可能只有少數的幾個人得到回應 得到這個可以滿意的回應 那而在整個大家對於政府施政的印象上面 好像也就是從一些報章雜誌 從電子媒體等等看到 因為過去在媒體的傳播上是單項的 後來網路出現之後開始有雙項 比如說人家部落格你可以去留言等等 但是現在呢更進一步是多項的 像這些社群媒體的溝通 它不是說所有人跟這個網站溝通 而是所有的人互相都可以直接溝通 所以這個資訊流通的速度和流量 在這幾年忽然有了爆發性的成長 而它的效果也在過去這兩年顯現出來 那每個人我的手機我的電腦 已經付了上網費了 那我再發一則消息的成本是0 只要用我自己的時間跟力氣就好了 所以在這種情形下我們走向一個直接民主的時代 就是說我們已經不需要民意代表來代表我們 因為每個人的民意都直接表達出來了 但是當然在這個剛開始的這個階段是有點雜亂五章 那這個整個秩序遊戲規則正在建立之中 不過它的力量我們已經看到了 那所以這個第一個結論就是說 網路它不只是一個媒體 政府過去做錯的事情為什麼在網路上看到嗎 大家都在說政府的錯 政府不是沒做事政府有做 只不過因為一些因素讓它沒辦法做得那麼好那麼快 但是由於網路的這個需求 大家對於這種資訊 對於政府發明的需求忽然爆炸性的成長 所以大家都覺得政府沒做到事情 而政府在溝通上也一直把網路就當作一個媒體 當作是一種新的報紙新的電視的方法來經營 然後我公布了什麼消息我就期待大家都知道 期待大家都知道 期待大家都聽 然後大家都接受 但是這種現象 這種理想事實上是跟現實不符合的 我們在現實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要表達 而這一個網路 你把它當作一個媒體的話 就像你如果把高速公路值當一個交通工具一樣 好像說我破好高速公路 我從基隆到高雄就很快 如此而已嗎 不是 這條高速公路鋪下去 對沿線所有的人民的生活型態 每天的日常活動 整個商業運作的模式 通通都有很大的影響 交流到周圍的經濟、興起等等這些 而網路也是一樣 你網路所影響到的所有這些進入、網路的入口 以及人民在網路上從事的活動 都徹底的改變它的生活型態 所以大家現在覺得說網路雜亂無章 就像高速公路同樣的 會有空氣污染、會有噪音 網路現在也有污染、也有噪音 但是這些都是有辦法克服的 而它的經濟效益 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有爆發性的呈現 所以有一個社會學家 他講了 19世紀以前所有的社會研究 那時候還沒有社會學這本學問 那像中國的儒家法家 西方的馬基維利、孟德斯舅等等這些 他們所做這些社會研究 到了20世紀社會學這本學問正式成立的時候 它變成近代社會學課本的第一章 後面還有很多很多章 而同樣的我們在20世紀所做的這些政治學、社會學的研究 到了21世紀會變成網路社會學、網路政治學的第一章 而這個效果就在這幾年開始呈現出來了 所以呢政府碰到這麼多問題 那沒有辦法把這些事情做好 做到讓人民滿意 怎麼辦呢?很簡單 就是放出來這樣的人民作 那第一步就是開放資料 所以我剛剛鋪陳了半天 就講了為什麼政府應該要開放資料 而這個開放資料 不只是公布出來這些資料集而已 因為剛剛彭會長講的 就是說你要讓人民知道 到底政府有哪些資料 然後你不要管說人民到底想怎麼用它 因為這些本來就是納稅人的錢堆出來的 那納稅人本來就有權利 取得適當的運用管道 那在兩年多以前的 兩年前的Costcard上面 三年前了 過去講兩年前已經三年了 三年前的Costcard 那時候張漢正還是政委的時候 他第一次提到要做Open Data這件事情 應該說第一次公開對於很多的鄉民 提到Open Data這件事情 我就跟他講說 你就把資料交出來就對了 別的我們會處理 鄉民最會做這種事了 那當然有很多機密問題 所以我就說幾個步驟 第一步你先把Database的List交出來 應該說Datarset的List 政府到底有哪些資料 內容先不要交出來 你告訴我們有哪些資料 然後我們就會告訴你哪些會有用 好 那第二步呢 是好 那些資料你再把SEMA告訴我們 就是說這資料內容到底是什麼 這時候呢 聰明的鄉民就會幫你debug 說哪些呢 會侵害於隱私 哪些會違反課資法 哪些欄位 你必須要遮掉 但是有些欄位 如果你完全不公布的話 那資料又不是那麼有效 比如說這個健保資料 每一筆就醫的資料 單獨其實不是那麼有用 你頂多做出一些統計數字來 但是如果你知道 同一個人 在幾年之間發生了這些疾病 你去做出一個關聯來 然後再跟其他的地區性啊等等 這些做出關聯來 就會發現說是非常有用的資料 因為它對於流行病學啊 對於這個慢性病的長期發展啊 對於未來長期照顧啊這些 你能夠知道同一個人 發生這麼多狀況 在不同的時間 這個就會是非常有用的資料 但是如果你不公布 身分證字號怎麼辦 鄉民就會很聰明的告訴你 你可以做一個one way hash 所以知道這些資料 是屬於同一個人的 但是你不知道是誰 等等這些做法 或者是說呢 每一個資料集單獨公布 看起來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把這三個資料集 同時公布出來 人家就有辦法做一個關聯 然後最後就可以肉搜出來說 誰有哪一塊土地 然後荒廢了多少年 然後他又有什麼樣的財團背景 等等等等 然後當然這個對於 某些個資保護上就會產生問題 那這種或者說像這個健保 如果說你再跟其他的東西聯合起來 說不定就會造成人們 對於一些罕見疾病 有時候然後歧視的狀況 所以這些都會有聰明的鄉民 幫你想出來也不用擔心 然後等到這個schema 如何解決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schema 如何可以讓做一個轉換 然後讓它不侵犯隱私個資的時候 這時候你再開始把一些 樣本的資料放出來 讓大家實驗 最後再把整個資料庫公布出來 所以這些步驟呢 是值的一步一步來做 而不是量的一步一步來做 所以當時呢 張先生正在罵說 教育部公布了那個所有學校的地址 所以就說教育部 交五個資料集 結果其中四個就是 全國的大學高中國中小學 地址電話 所以這件事情 目前還是在持續的被罵之中 但是重點就是說 政府的開放應該是 政府資料的開放應該是 開放為原則不開放為例外 公務員的心態是什麼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所以很簡單 那你就把整個翻轉過來 就是說任何資料集 你不開放的 你就要寫一篇報告 說為什麼不開放 這樣他們怕寫報告 所以就會把資料開放出來 然後呢 開放之後的重點是什麼 因為政府不可能比全體人民 加起來更聰明 用德證照顧人民實在長得過去了 所以讓人民自己來做就好了 政府只要不要 不要把國家搞垮就好了 而同時呢 由於我們有兩條很妙的法律 就是刑法131條 跟貪污職罪條例第六條 叫做公務人員圖利他人罪 這裡面他人的定義 是只要 只要是 只要不是他 就是他人 OK 所以 如果說我今天是圖利全民的 那一樣叫做圖利他人 所以當初甚至 李國鼎孫玄他們做一些經濟改革的時候 還被監察員彈劾說圖利他人 那我圖利整個產業界不行嗎 所以 這些都會讓公務員那邊造成很多障礙 所以很多時候呢 他想要做一些對民間有利的事情 就必須要很長的審核程序 然後一關一關的過 然後最後呢 還要拉一些教授來墊背 說這些專家學者都簽名 說可以這樣做 然後才能夠做一些對人民有利的事情 但是呢 一放出來之後呢 又要招標 然後就變成很會寫標書的廠商 拿到這些東西 那規定能夠真正對全體人民有利 我們去看政府那些官網做的多爛就知道了 所以呢 我們開放出來的時候 就是讓全體人民來做 政府不要想說 我找誰來幫忙 我找 或者說我有哪些廠商也許可以來承包 都不用 就是讓全體人民來做 那 而這是一個雙向的開放 就是說資料開放出來 到時候人民做出來什麼好的應用 你也可以反過來拿進去用 那就是政府一個野生官網的觀念 那 而 政府就不必 花了大錢 然後做一堆 然後只有安逸能看的網站 這樣的東西 好 那 所以呢 我們 跳出來說 好我們可以幫政府做這件事 因為 大家對於 開放資料的需求很高 然後政府呢 都會擔心說 哪個資料集太熱門 我的這個 server 到時候會overload 這個網路會塞車 然後 而 這個資料的取用呢 又 讓公務人員那邊 覺得很不方便 覺得說他必須去應付這些問題 所以 第一個呢 我們就是說 這個平台 是可以讓大家在上面建置 開放資料 應用的一個平台 而 政府 公務門只要單獨把資料放出來就好了 那 他不用去 在上面做很多事情 很多 他本來應該做 但是呢 限於預算 限於人力 限於時間 沒辦法做的事情 就讓民間來做 熱心的人非常多 像G0V啦 那這個 Opendata.twr等等 非常多的組織 願意 免費幫政府 把這些工具啊 等等建好 而產業界呢 它也是在一個平等的模式之下 就是政府 它是以非專屬的方式 讓開放文化基金會來做這個平台 任何人要做一樣的東西 歡迎照樣做 而任何人都可以上來運用這些資料 然後呢 同時這些資料 也可以被民間修正 然後來提供新的價值 我們在講Big Data的時候 大家知道講四個V 第一個是Volume 量很大 第二個是Velocity 進來速度很快 這兩個問題其實靠Morch Law就可以解決了 過兩年就有更大更快的電腦出來 第三個叫做Variety 就是說資料的格式變化很大 那這個其實不是問題的 那各位在座可能很多人很年輕 我們老一輩的 都知道說 當初我們用Fortran 用C直接寫程式去處理這些資料 沒有什麼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可是自從有了這個SQL之後 很多人就只會用SQL處理的資料了 那其實我們就要重新實回當年的這個 寫Data Structure 寫Algorithm的這些能力 我們就可以解決第三個V Variety的問題 那第四個V 叫做Varacity 就是資料裡面可能有錯的 我們知道資料哪裡有錯的嗎 除非是這個電腦製造出來的 那只要是人收集的資料一定有錯 那怎麼辦呢 基本上就是說你的程式必須要能處理 這個錯誤的狀況 過去我們講硬體容錯 電腦如果故障了 它怎麼樣自動切換 然後後來講軟體容錯 是說 並不是說 硬體故障的時候 我軟體怎麼跳到別的地方 那個算是硬體容錯 軟體容錯是說 我今天寫的程式可能有BUG 有BUG的時候 怎麼樣能夠跑出正確的結果 像太空總署的軟體費用為什麼那麼高 因為它就要同樣的規格 找三家公司寫三套不同的軟體 然後互相之間是沒有關聯的 三套都跑出一樣的結果 它才接受 或是說市場投票 它才接受 有任何一套故障當機別的可以繼續跑 是軟體容錯 那我們今天要面對的是資料容錯 今天我在處理這個地圖 我在處理這個醫院的資訊 然後像這幾天 因為發現的意外 所需要做的這些醫療資訊 裡面如果有一些錯誤的話 怎麼辦 我還是要能夠讓我的系統正常運作 然後不對人民造成傷害 所以這是其實在Big Data處理上 最深的一門訣問 那同樣的我們在開放資料也是一樣 人民收集資料的一堆錯 政府收集的 我們相信也是會有非常多的錯誤 那讓公民社會能夠參與 貢獻大家的智慧 來修正這些資料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而在商業價值上面 我們剛剛 彭會長剛剛也講到 就是說很多人看到這些資料 就知道該去怎麼用它 今天我們如果說 收集了資料 就把它放著 那個不叫Big Data 那個只是一堆Storage 然後收集的時候 你要去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這個叫Data 你看懂了是Information 是代表真正是資訊 所以我GIS為什麼是 這個Information System 而不是Data System OK 因為它真正代表裡面的這些涵義 而不是一堆數據放在那裡 最後呢你能用得出來呢 才是商業價值 所以Big Data真正賺錢呢 是這個Intelligence的部分 而不是上面說我存了很多 就叫Big Data 如果只是存了很多 就叫Big Data的話 那我相信我們這個地理資訊 可能還比不上一堆 展覽工程師的黑片庫 那所以呢我們建了一個這樣平台的架構 基本上在這裡 我們的做法就是說 這是一個雲端平台 那除了存資料之外 可以讓你在上面開虛擬主機 直接在上面處理這些資料 而政府這邊呢 透過國發會 它把資料傳送出來 它目前的話呢 因為所有的Open Data 已經都是過於過的 所以就直接Copy出來 但是在未來我們要協助的事情之一 就是怎麼建立這個過於機制 剛才講到了 如果這個資料公佈出來 會產生各自問題的話 現在的做法是 那些部會就必須去 製造出一個可以公佈的資料集出來 但是它製造的這個過程 其實是很多民眾可以協助它研發的 可以說你的資料的schema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套上這個公式 它就自動達成了去世別化 那這樣子的話 各個部會就不需要再花時間 去整理這些資料 然後才能公佈 那有的時候整理呢 是為了要確定沒有錯 那我提供一個修正機制 就是說你公佈出來的資料存在這裡呢 所有人去用的時候 他可以用點原始版本 或者他看到有錯他可以改 但是呢 改了之後 都像Wikipedia一樣 都會標明了 是誰什麼時候改的 然後 而其他的人在運用的時候 就可以說 我要用最新的 有人改好的資料 還是我要用政府原始的資料 因為我不確定我能信任 後面這些改資料的人 所以給了民眾一個選擇 而政府呢 也不必急著說 我資料一定要整理很乾淨才能放出來 那使用者 就是BIOS beware 就是這裡面可能有問題 有人會幫我校正 因為我自己負責 用這樣的方式 而這個修正完的機制呢 修正完的資料呢 再透過一個機制 怎麼樣讓政府把它拿回去 校正它的原始資料 那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在未來建立的機制 而在這上面呢 我們知道現在用開放資料 第一個都是你要去讀政府的那個開放資料API 然後把資料讀回來 然後你再開始做你的處理 在這上面的好處就是說 所有資料都存在本地的儲存 你任何這上面開的VM呢 就自動看到一個folder 裡面就是所有政府開放資料 然後根據它的這個metadata 能夠就去找到一樣的資料 你就用傳統寫程式的方法開檔案就好了 而不必說自己再去寫這個取得資料的這段程序 我們就是這個平台的目的就是把很多 每個人本來都要做的這些步驟 全部一次都做好了 讓你專心在剛才所講的這個intelligence上面 我們也知道政府過去的問題都是想要做一些專案 編了一堆預算 其中這個預算可能80%是用來建底下的平台 只有20%真正建應用來解決 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現在就把這件事情濃縮到 就是說這個建平台的effort 從這個所有使用者身上拿出來 就不必再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民眾同樣的他也可以自己收集資料 貢獻出來開放給大家使用 很多基金會都想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他們都覺得自己來host的一個平台 又要去建這個open data API 然後又要花錢這個租主機 或者買主機來放讓大家來用 萬一爆量怎麼辦等等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貢獻這些資料出來同樣的放在這個平台上 而所有的錯誤資料被修正過也都放在這上面 同時所有的媒體資料也可以自動的被取得 當然這上面還有一些licensing的問題 但是那也是可以解決的 而讓所有需要用這些資料的人能夠一戰式解決 那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我們不畫地自信說這是台灣的資料而已 我們是台灣的open data center裡面 Post open data不只是台灣 同樣這個平台也可以出去全世界 把別的國家的open data都取回來 讓彭博士剛才講到的 這些想要練習怎麼做的年輕人 事先準備好 他可以先用別的國家資料來練習 然後程式都寫好 到時候台灣資料一開放 他馬上可以用 而不會讓這個商機被外國人搶走 這是英國那邊有統計過 就是說在使用開放資料的時候 大家所考慮的因素是什麼 最重要的大家認為是這個資料正確性 這一點的話我們知道靠政府是不可能解決的 一定要靠大家的權重智慧的力量 第二個是licensing 那這個的話是政府的法案可以直接解決的 然後呢是怎麼樣都很容易的取得這個資料集 像剛剛講到的 如果說還要去政府那邊查他的API 然後去做WGET的動作 把資料拿回來 然後再 parse好 放進自己的資料庫裡面 然後再處理 事實上就相當的累 大家就會要求政府要做到三星四星五星集 可是政府事實上還沒做的話 那不就等他邊預算 等他第一年寫計畫 第二年邊預算 第三年發包 第四年才會驗收 然後才把資料放出來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 像這邊還講format of data 這些問題都沒有政府去管 我們直接民間就可以解決掉 那樣效率才會高 剛剛也講到了 就是說這上面的東西呢 是以 對不起那在後面還沒講到 就是說開源的方式去運用 那基本上像這些格式的轉換 資料的整個整理 很多東西都是有人建好了一個工具 就可以拿出來給大家用 所以我們不用說 希望政府把資料通通整理好格式 整理從我們要的格式 然後整理 然後讓我們很容易取得 這些民間都可以做到 另外兩點呢 是資料的即時性 那這一點也是一樣 我們現在必須 主動去破 我們說 看政府的meta data 多久更新 然後我們要去把這個 新的資料拿回來 那在這個平台上的話呢 我們會根據政府的meta data 裡面說 講到多久更新一次 我們自動去拿回來 所以使用者完全不需要做這個更新的動作 他就是繼續跑他城市 資料自動被更新了 然後資料的可追蹤性 同樣的 也是 在這裡面我們剛剛講了 政府拿出來的資料 然後所有民間修正的資料 都用wikipedia這樣的機制去記錄說誰 就是說其中誰公布了哪個資料庫 然後這資料庫裡面哪幾個record 是誰改過的 所以這邊 就是把剛才那張圖文字畫 紅字的部分就是TODC要做的 這個授權當然是必須是政府的法令 然後這個呢 大家以為說可能很重要 就是說 我必須提供技術資源啊 我必須提供參考文件 對於使用者來講 反而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你資料拿出來 人家自然會想辦法看得懂 然後想辦法去用它 不像商業公司 你東西拿出來 必須提供很多文件 才能夠讓它被使用 所以呢 政府提供這些資料 不用擔心 土利任何人 不用擔心有騙過 然後而所有 不管是盈利還是非盈利的團體 都可以上這個平台來拿到它的資料 然後這上面的很多產出呢 就會以開源開放的模式式出 讓其他的人 節省了需要做這些事的 這些時間跟經歷 OK 所以這邊是一些細節 然後 排最後一個演講的人 常常 就會 妨礙到大家吃飯 所以我會趕快 OK 這邊講了說 第一個是跟國發會協調 建立這個資料傳輸的流程 這個包括他們的API Server裡面到底做哪些事 最後是不是他們的API Server也host了一份在我們這邊 然後所有資料取得的時候 是以什麼方式來取得 然後以什麼樣的架構組織來儲存 要如何符合MetaData的定義 然後使用者 他是可以直接去拿 也可以透過我們這邊去拿 是不是做一個比如說 Caching of First Access之類的動作 來減少這個不必要的網路流量等等 然後 建立這個去世別化方面所需要的技術 像剛剛講到 如果說是 大家知道這個身分證號碼就是不能公布 那我們是不是有一個現成的工具 只要看到身分證號碼就把它做一個什麼樣的轉換 那這個工作就可以在國發會那邊執行好 資料再送出來 而各部分就不必自己再去花力氣做這件事 然後修正反饋機制 然後我們推動地方政府同樣的加入這個平台 這個平台基本上對政府是不收費的 所以現在包括台北市 其他的縣市在內很多都有興趣 來運用這個部分 也可以降低政府的這些Server的很多流量 然後 我們會推動大家建立一些應用典範 讓大家 因為這個平台怎麼用 一開始大家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們邀請一些團體 來建立一些範筆 讓大家知道怎麼樣能夠很快的開始使用Open Data 同時這個的話是Open Foundry的一個部分 他要收掉 我們說他過去做的事情怎麼辦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把它收進來 還有就是國際資料 這個Open Data全世界那麼多 目前估計大概有 已經超過一個Pentabyte 如果不算影音的話 大概有一個Pentabyte 讓我們如何讓台灣的民眾 能夠有新的這些創業創新的團體 如何去使用國際的Open Data 然後同時我們也會邀請學校來加入 就是說如果你要開Open Data課 是不是就可以用這個平台 來鼓勵學生的參與 然後再協助政府辦一些活動 在上面來提高大家的認知跟參與 OK 那我就接下來不妨來大家吃飯的時間了 謝謝 謝謝